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在亚安的庐山县受灾群众长期安置小区的板房也开始搭建了 那么来看一段四川台记者杨南最新传回的报道 正后的第二夜庐山县的整个县城的状态其实和昨天晚上有了很大的不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庐山县城的广电中心路口 那在昨天晚上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曾经在这里连线 那个时间点县城的应急的供电材刚刚恢复 那很多的抢险救援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进入到了正轨当中 而今天晚上这个县城的气氛又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我身后的这片空地 在今天上午我出发前往其他的区域进行采访的时候 这片空地呢还是一片菜子地油菜子地 而在今天晚上我返回了我们位于庐山广电中心的这个记者驻地的时候 却发现这片地上已经开始热热闹闹的开始有工程的进展了 那工程人员告诉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呢 是下一步的对于受灾群众的一个较为长期的一个集中的安置的区域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施工人员的这个服装上 我们能够看到四川铁剑的这个字样 黄总您好打扰您一下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工程应该就是一个集中安置的一个小区相当于是吧 这个工程是属于我们这个抢线的第二个第二号地 这个地是一个小丘利 千丘有三包 老别居民来种的是这个蔬菜 果树等等弄作物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工作是什么 现在这个工作我们把这块地把它凭整过后 这个交给政府 他这个大办法供这个属于居民老别姓住 您有没有得到相关的信息 像在这么大的一片地当中 可以建筑多少板房 这块地大概有七十门左右 七十门可以搭建十到六百个共劳别姓住的合同板房 如果这样算的话一套板房如果能住到两到三口人的话 就在这样的一片地当中都能够差不多有一千多人可以在这里暂时的这样安置下来 可以的 因为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发现就在咱们这个主要的这个干道上 就能时常的看到像这样的施工机械在在来往 听说是像这样的地块好像在线上还有其他的几块是吧 现在这个智慧部交给我们了三块土地 一它编程号一号二号三号 现在三块土地我们同时的进行施工 这个在明天我们今天晚上是赶通宵 明天上午九点之前必须讲出来 交给政府 因为现在余震不断 老百姓要有一个居家的地方 其实呢在刚才黄总也说到了 现在余震是相对来这样比较频繁 那就在今天下午在庐山县与四川琼来交界的地方呢 再次发生了五点几级的这样的一个余震 我们当时在庐山县城的这个震感是非常强烈 也是很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时黄总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所以我们也是能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是真的很希望能够加班加点的 让咱们说在群众能够尽量的安等下来 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个公司调来的十多台套 十一批几十个人全部站通宵 一定要把枪出来 我们现在在从成都从这个盘子化 调的十一批 马上九点左右 也要到了 到了过马上进入这个场地平整 好的谢谢您黄总 谢谢您 那之前我们跟工程人员也是有一个沟通 他们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块地块当中呢 除了要进行这个板房 平地平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下一步要建设板房 那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受灾群众在这个板房的安置区 在相对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的生活质量能有所保证 所以还会修建配套的 比如说排污管道呀 下水道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生活的配套设施 而这个像我身后的这个地块呢 实际上是处于庐山县城的一个主干道的附近 当我们的生活逐步开始恢复的时候呢 这个区域的生活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你看背后就是庐山县的县医院 那我手指的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现在的广场 那周围呢也有一些商场 スタート 城 边 边